上一期我给各位测试了特斯拉Model 3的自动泊车 虽然常规车位它是可以倒进来 但是遇到侧方停车的车位它是没有办法识别的 哪怕你的标线再清晰 那么有网友就给我强烈推荐说 小鹏P7的这套自动泊车是可以识别侧方位停车的 那么作为一个重粉的博主 今天我就借来了一台小鹏P7的鹏E版 给你们测试它的自动泊车 为什么借鹏E版 因为其他版本的试下车试的人比较多 我只能借来最顶配的鹏E版 所以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测试 好了在给你们测试自动泊车之前 还是我们之前的规矩 一辆车我自己停一遍 再分别使用它的自动泊车系统停三遍 然后三遍的成绩我们都会记录 在停车之前 我先跟你们聊一下小鹏P7的自动泊车 它的自动泊车 其实我觉得相比特斯拉Modo3来说要更方便一点 首先你到停车场 它在这个上面有一个P就在这个车辆设置的下方 然后点一下 然后它就会显示你当前这个停车场周围的一些车位 但是如果说你借的是你朋友的车 或者说是你借了一辆试驾车就像我们一样借了一辆试驾车 你在开启这个超级智能泊车辅助功能的时候 它会让你扫一个二维码 扫完二维码之后会出现一个视频让你进行学习 那个视频好像是三分零六秒的一个视频 它会让你看完整个视频才会去解锁这个自动泊车的功能 我觉得目的其实是很好 就是让你掌握它整个自动泊车的一些方式 然后以及自动泊车的注意事项和技巧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三分零六秒的视频 它不能快进 你快进了它会出现字幕提示你 不能快进 然后你把整个视频看完了 你再重新去解锁这个超级智能泊车辅助功能就可以了 当然它的整个视频里面穿插了很多信息都会告诉你 这一项功能只是辅助功能不是自动驾驶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 然后可以看到点开它的这个自动泊车之后 停车场周围的一些车位没有车的有车的 它都会给你显示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相比Moto3来说 它的这个界面要更直观一点 因为Moto3之前测的时候 我们到了停车场 它只能是在24公里以下的时候 去探测旁边的车位并不会给你显示具体的车位信息 但是小鹏他虽然也是要在24公里以下去找这个车位 但是他会把每个车位都给你标下来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好的 了解了它自动摩车的工作逻辑之后 我们先来第一次我自己开进去 还是我们上次的那个车位 然后我们现在自己开进去看一下我用这辆P7 倒车用了多长时间 好 我们现在三二一走 为了增加难度 我们现在在这个车位左右各摆了一台车 然后都是比较宽的车 然后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车位 模拟车位很紧张的时候 看看小鹏P7怎么倒进去 我现在基本可以一把劲了 来 失误 还得再来一把 那确实有点窄 加上这个P7这个车本来就很宽 好了 现在是大约用时是39秒的时间 好了 我们现在把车开出去 用它的自动泊车看看它的用时是多久 我们走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自动泊车 现在点开这个P的泊车 然后它的整个特别信息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找车 它现在已经找到一个 但是我不停那个 我们要停我们自己的车位 就这两个车旁边的车位 看看它的找寻车位的感觉 你看 就是一直在我后面 找到了 它的整个反应还是可以 然后好了 现在开始活车 然后松拆刹车 就是它在驳车的时候 它会打转向灯提示后方的车辆注意 这一点我觉得安全性方面做的还是可以 看一下它用时多少 其实我现在没有动我没有动我什么都没有动 但是我的脚要随时接管 接管这个刹车探了 好 现在驳车完成了 大约用时是1分11秒左右 可以看到就是它离右边的那个车稍微的有一点点近 这是第一次 我们现在来第二次 如果说刚才的第一轮 我可能再做了一些操作 然后给你们进行一些讲解时间不太严谨的话 那么第二轮我就不说话了 直接开始测试 我现在点开它的屁 然后挂队的 我们走 让它自己找车位 然后看看它能不能找到 两个 它找到了 能不能停车 就是这个了 停车送刹车 快速停点击开始 送刹车 送刹车 驳车开始 请注意周围环境安全 我真的没有搞到这个自动刹车 你往右前打一点它不就进去了吗 它为什么非要往前走呢 所以这种东西还是关键时刻还是得靠坐地 路线什么都没有动哦 然后虽然说它已经停下来了 但是它已经停进来了 然后也停稳了 现在驳车已经完成了 但用时呢是1分08秒 比刚才要稍快两秒 但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整个车并不是直的啊 或多或少有一点歪呀 现在进行第三次测试 现在呢开始第三次测试啊 我现在点开这个自动博车 然后去找车位 就是它好的一点 是我觉得它能把所有的车位都找到啊 来 我们看一下 然后开始博入车位 我现在放开了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说明的就是 这种自动博车辅助功能啊 它只能是找到这种划线比较明显的车位 如果说你在路边的那种有没有划线的车位 它可能也是找不到的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 哎 这次就比较快了 而且车震震很好是震的 大概时间是55秒左右啊 所以小鹏P7的整个自动博车的时间范围 我觉得是在55秒到1分10秒之间啊 现在我们去难度比较大的侧方位停车 来看一下啊 因为它的这个自动博车模式 是可以识别侧方位停车场的啊 我现在去试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侧方位停车啊 这个车位我要说一点的就是 每个标准尺寸的 就不管是中型车还是中大型车 其实都是可以进去的 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已经停了一个GL500 它是怎么停进去的 因为那个下面有那个10吨 它是直接压着10吨过去的 如果不压那个10吨的话 这个车可能就停不进去了 所以这个10吨可能会造成这辆P7 没有办法停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先试一下看看 我自己停它能不能进去啊 现在开始计时我自己停 就这个嘛 就这个 好 我现在过来了啊 然后 我进去了 哎呀 这回应该可以进去了吧 好 那 对 我也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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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现在自己已经把这个车停进这个车位了 用时大约是40秒以内 他已经在计时了 大约是40秒以内 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次他的这个侧房停车 走吧 现在去找车位 他这个识别旁边的那些正规的车位还是很好识别的 你看 一排一过去 一溜也溜 然后侧方 它也识别到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四个 看它能识别到不 对 就是这个 就这一个 然后点击 松开刹车 我什么都没动啊 但是我得时刻看着它别蹭到后面 因为旁边就是一堵墙啊 吓我一跳 然后往前一点 驳车已完成 驳车完成 现在它它侧方位的自动驳车用了一分04 大约1分05秒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严谨的来说 如果后面那个车位停了一辆车的话 那它可能已经蹭上去了 只是我们的测试是前后都是没有车的 因为它的这个侧方距离确实不够大 好 现在开始第二次 我们开始往前走 其实它整个搜寻车位的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 你看旁边全是车一洒车位 它都能识别 那是第三个 一二 好 算了 好 找到了 现在就这个车位 松开刹车 在冲拨屏点击开始 松开刹车 从车开始 请注意周围环境安全 它这次我觉得停的就非常的好 它这次基本上是一把就进来了 这次我觉得是最好的一次 而且是效率最高的一次 用时是45秒 现在开始第三次 好 现在我们来第三次 点开 然后走你 一个 两个 现在找到了一个 两个 三个 就是这个 进去 进去 在触摸屏点击开始 驳车开始 请注意周围环境安全 现在有时候觉得这种东西 确实挺好用 但是有时候觉得真的很鸡肋 好 现在 驳车 好 现在驳车已经完成了 好 现在驳车已经完成了 用时是40秒 已经很接近我自己造车的水平了 所以 综合来看 小鹏P7的整套 自动驳车系统 在实际的场景应用当中 还是比较好用的 至少是在这种标线清晰的停车场 不管是侧方位的自动驳车 还是常规车位的自动驳车 都是比较好用的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 自动驳车长测 还想看什么车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下期测给你们看